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劳了 七香 宋太医 爷 福晋 这是刚刚柱从宫里送过来的 谁送的 听说是荣品娘娘 纳兰荣岳 她一定没爱什么好心 说不定又想借记害福晋 给我 我去用了她 七香 纳兰荣岳以前虽说是小掌把武 但最近收敛了很多 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能相信 你打开看看 是药 迟到如今 太医 帮我看一下 是 回十三爷 这确实解药啊 儿媳宫请额娘进安 起来吧 四座 谢额娘 殷提最近怎么样啊 她人都回来了 可是我连她的半点影子都没见着 虽不该说此话惹额娘伤心 但是 殷提心中一直惦记着先帝 寝食难安 从比战场上回来 要更加消瘦了 所以并未进宫 这孩子 真是一点都不让本宫省心 罗娘 儿媳想斗胆禁言 怎么了 近日 宫中流言四起 都说四爷残酷冷血 说是他对先帝痛下毒手的 一派狐言 儿媳自知 谣言不能作数 但是为了应提 儿媳不得不宁可信其友啊 倘若四爷真的登基了 以他独断残酷的手段 如今和他作对的应提 会有何种下场 可想而知啊 和娘 你要帮帮应提啊 就算是我想帮应提 可我也是一筹莫展啊 儿媳自知 和娘难以抉择 但如果四爷真的做了 大逆不道之事 还能登基的话 那应提何起无辜啊 罢了罢了 和娘不怪你 和娘知道你是为应提好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